一场的时候了 那当然红的人不少 其中一个人爆红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就是王炳中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爆红的歌曲 你听过了吗 王炳中最新单曲 种花敏锅 网友真的很有心 把这个 mix美国独立摇滚乐团歌曲 两首曲子一拍即合 实在太match了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王炳中破音版中华民国送 还被制作成手机铃声 提供载点让大家下载 来 欢迎我们的青年代表 王炳中 先修正一下 我是王炳中 哦 王炳中 不不不 是王炳中 网友说他是奇才 把他的勇裤罩 他的脸多方合成 主题就是 炳中在哪里 可以穿越古代 可以是小金人 还有太阳花比基尼 粉丝每天都投稿 完全没有违和感 但最让人难以忘怀的 还是 中华民国 全球万世 记载正好报道 好了 其实 红的不止我 王炳中 这三个字 或王炳中先生 这个前辈 还有一个东西红 就是中华民国送 这个中华民国四个字 不断的run 不断的run 好久都听不到的名字 可以再度的背大他 不断的 把它当成一个流行的符号 那其实刚刚这个 在播的时候里头 有这个最后不是千秋万世 然后直到永远嘛 那个直到永远 那天我骚身 化口和化到骚身 就那个直到永远 真的唱不上去 所以这边也要公开感谢 在我旁边台大政治研究所的 侯汉晴同学 帮我把最后那个 直到永远 那个 把它最后给唱 可是光是听你讲话 这声音应该是不错的 我现在骚身比较好 我上礼拜也来上伊甸社 那天是我骚身最严重的时候 来了时候又喝那些 枇杷糕 干几堆的八十千块 露汉割啊 来那个 那你今天唱得上去了吗 今天哦 今天声音还是比较 Key还是比较低一点 来一段吧 因为 因为这个我刚刚讲 这主持人气氛带得好 这个唱起来 现在觉得不够好就对了啦 还是有点 都已经变成首席铃声了 因为 美妙的声音 这么多观众在听 三位艺人大哥在这边 都是这样 这个危险 坐在这 唱不出来 因为我们唱歌 也不是说要为了作秀 或干什么 就是说兴之所至 刚好那个 情绪到的时候 才唱得出来 你现在情绪不够 你唱不好 那你今天 因为那天 其实中华民国颂 也不是原本set好的桥段 明英雄 刚刚那个 我看到你已经笑到 在流眼泪了 还差一差 秉中也很厉害 从歌曲可以谈到 这个公投制限 你怎么看 其实哦 我台湾 我从电视上看到他 我觉得他是乐血青年 然后几次 我们有同台接触 我真的很喜欢他 因为他很真 他很真 他有情绪到 他就可以唱 你怎么样叫他唱 他没有情绪他就不唱 可是我很难得看到 他一直在强调国家认同 尤其他强调什么 国旗 国歌 国号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一定要在教育体制里面 告诉孩子 秉中那天 不管是韶虾也好 还是说沙哑 其实我刚才 我真的是笑到 标眼泪 可是我不是取笑 秉中我不是取笑 我真的是会新的 那种开心 我这一个月来 大概最开心 就今天晚上 我刚才笑到 不能刺激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很真的 就像 就像王世杰委员 又笑到不能自己了 对不起 这些是标鼻涕 不是标眼泪 我还其实还蛮羡慕秉中的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其中有一位就是王秉中 在这次的学运当中爆红 爆红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4月1号当天 唱了一首 破音的中华民国诵 然后就被网友哭嗽 然后接下来他又唱了国歌 那么网友就发现说 这个秉中实在是太有趣了 因此也列出了 这次学运有三大人物 我们一块来看看 这三大人物 当然比较熟悉的 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 林非凡 陈威廷 另外就是反反服貌的 王秉中 我们这三个人来比一比 我们来看到 他们学历 都是台大 一个是台大政研所的 一个是清华社研所的 另外是政大外交所 学历都非常的漂亮 再来看看 这个出生的年次 其实也都差不多 我未婚 你未婚 大家都未婚啊 未婚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节目当中公开讲未婚 大家注意一下 好 再来看到这得奖 然后还有经历 还有令人印象深刻 我说一下 红楼文学奖我也有得 因为陈维婷 是我建中青年社的学弟 但是我跟他没有共识 因为他小我 三三岁三四岁 所以没有一起 是好 好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看到这 林非凡在这次学院当中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那一件 军绿色外套嘛 穿了之后 好像所向披靡 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陈维婷就是丢留正红鞋子 再来呢 你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歌声完美 没有完美 讲话卷舌 然后呢 喜欢被打脸 然后中途离席 刚刚是不是这样 刚刚我们就是很怕他走 然后他就怪我说 后来主神有恢复比较balance 好 再来看到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战力低落 这个是 这个战力低落我有意见 这个什么三立啊 什么就给我打那个标题说 什么我被电报啦 还是我怎样 有没有电报观众自己看 我坐在那喝喝 我被电报 那你这个三立电视台 你不够balance 我本来就答应只上一个小时 后来他求我说 你上两个小时 求你 就制作单位跟我沟通 说我们人不够多 因为那天蔡培慧老师 也是一个小时就走了 他本来也讲好就一个小时了 那所以我话想说 两个小时很疼的 那上次今天也很疼 今天再变成一遍了 那后来我想说 那你根本就不让我讲话 你徐永明啊 徐国勇 有什么你是老师 你是博士 那你去讲就好吗 我在会会疼你讲话就好吗 听你讲课就好了 我就一个小时 反正我也很累啊 我们不是闲人没事做啊 那天礼拜六 是一个很乱的气氛啊 我们随时还要看着 到底这些学生什么时候要走啊 所以你被拿来 跟这两个人比一比 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这个显示出来 就是说 沉默声音忍太久了 沉默的声音忍太久 这个学生的代表 青年世代代表 所谓这个学运也好 或者是政治正确代表 就是陈威廷林非凡 那我们过去其实 不是这一次才出来啊 过去陈威廷林非凡 从这个反望中事件 到这个课干问题 那我们都站出来啊 我们也一直都有好几个朋友 我们一起到立法院去 数次的跟陈威廷林非凡 我们都有balance过 就希望凸显一个不同的声音 只是这一次刚好 我们媒体呢 逮到一些娱乐的梗啊 当然也感谢网友啦 有这种文创的巧思 像刚刚我看到很多 把我的脸做成什么卡通漫画 什么的 恭喜大家 那也这么厉害的 我也唤不出来 也就是我敏定的这些 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声音啦 那这一次当然只是一个balance的结果啦 当然也不要继续在我个人身上啦 就是说还有很多沉默大众 只是不见得每个人赶出来讲话 刚刚有提到说我什么打脸还是脸皮比较厚 我确实我承认我脸皮是比较厚 不是每个人脸皮都像我一样厚 很多人被媒体这样报道会害怕 像我们很多朋友说 哎呀惨了 这个跟我一起曾经录过的影片 好像被网友也搜索 他们都会害怕的 很多人他不站出街头 很多人不上网去呛瞎 不代表他就默认这一切 嗯哼